凌梦 詞曲 作曲 編曲 編曲 起初不經意的你 和少年不經事的我 紅塵中的情緣 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交错 像是人世间的错 或前世流传的因果 众生的所有也 不喜欢去查那阴阳的交流 来来去难去 数十载的人是有 分一分剧难剧 爱与恒的千古愁 于是不远走的你 要告别已不见的我 奔奔红尘里有音乐的耳影 跟随我俩的船 你说 现在我对日本人还有利用价值 他们不会伤害你的 你答应日本人做些什么事情 告诉我 你告诉我 他们在找郭海棠 我答应他们一个月之内 把郭海棠找出来 可是你一个月之内 交不出郭海棠呢 能拖一个月是一个月吧 我是不可能让你去冒险的 怎么办呢 怎么办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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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把这件事情办成 我们才能有活下去的机会 我答应你 只要这件事情做成 我们就找机会 永远地离开上海 我爱你 来 多吃点啊 你也吃 好 大妈 我回来了 黄龙怎么样 海棠呢 怎么样 大妈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海棠姐跟龙哥要结婚了 真的 是真的 大姐刚给龙哥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你要当奶奶了 大妈 来来 你先坐 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老天有眼哪 他们说什么时候结婚了吗 大妈您先听我说 外面的局势太乱 他们也不打算声张 就请几个兄弟吃吃饭就行了 不打算让您过去 等到局势平静下来以后 他们再回来给您磕头 那怎么行啊 他们结婚我不在场 我这当妈的还有什么用处啊 大妈 龙哥特意让我回来 听处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外面天天都在轰炸 真的很危险呢 不行 我还得去抱我的大孙子呢 我一定得去 就算回不来 我也值了 你等我 我去准备准备啊 既然是要去 你也带上我一起去吧 办喜事 总归是好事 就应该团团圆圆的才好 你也知道 我之前跟他一直不好 可是现在不同了 我想跟他说声抱歉 只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出口 我感激他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即使你不了解他 他也不知道怎么说出口 如果他见到我 他一定会挺高兴的 好吧 咱们一起去 龙哥 孩子的名字想好了吗 那我还没想好 大叔 你不愧算命吗 给我起一个 黄瓜 好了 好了 笑了 笑了 好啊 笑了 笑了 怎么还可以说声 不过来了 妈 你怎么来了 我怕死还没怕到 连儿子的结婚都不敢来呢 我的大孙子 我看看 她奶奶看看 长得真好 姚奶奶亲亲 今天可是双喜临门啊 我说你躲起来 几个月不见了 原来是偷偷地 给我添了个大宝贝 我最近一直挺忙 再忙也得跟我回去 女人生孩子 可不是开玩笑的 为何完了跟我回去 我好好给你补补 不用了 她妈 孙子也给我抱呗 也让我沾沾起气嘛 去 恭喜皇叔 恭喜你们 同喜 同喜 来了就好 一家人团聚 比什么都开心 这个 是给你们准备的 结婚的新衣服 你看你客气啥呀 进屋座去吧 我请你喝酒 好 倒上 对啊 嫂子 来来来 好 好 好 零子 你说这孩子像谁啊 像黄龙呢 还是海棠啊 来把酒给我买上啊 我说两句啊 今天呢 是我黄龙大喜的日子 在座的各位 都是我的兄弟 生死兄弟 上海呢 不太平 天天死人 我这心里头不痛快 大家伙心里头也不痛快 本来这婚事我不想办了 但我媳妇说了 办 那咱们就得办 凭什么她小鬼子来了 我们就不办喜事了 小鬼子算个屁呀 我就想让他们知道 她日本鬼子来了 谁不也拦不住 干 干 来 干 大姐 你也得讲两句啊 你讲完了 兄弟们就能改口叫大嫂了 是啊 来两句 那好吧 我也讲两句 我从小就没了父母 很早的时候我姐姐也去世了 我自己一个人 孤独地过了大半辈子 今天认识这么多好兄弟 这使老天照顾我 从今以后 咱们就是一家人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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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哥 平时就我最能处 今天啊 我把鸡子给你了 我 龙哥 大姐 我 我说 我祝你们早生贵子 贵子早已经生好了 不过数啊 再来再来再来啊 我等这一天啊 等了三十几年 今天终于等到了 给你们送出去吧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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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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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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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大姐 幸福愉快啊 六子 你听我说 你刚才说那句话可不算数啊 你得连根三杯 好好好 好好好 不算就不算 来来来来 我自排一杯 来来来来 还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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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怎么样了 只要灵子已找到废墟的位置 他就马上放信号 到时候我们就杀死黄龙 活出过一趟 日本人呢 黑三姐把消息 报告给山本大佐了 只要我们找到黄龙的位置 日军立刻向信号去进行轰炸 灵子呢 我已经跟他说了 等他放完信号 就让他往西跑 到时候肯定能找到 咱们住的地方 你听着 一会儿趁乱 你去司令部 找一个叫板本有劫的守卫 他呢 会带你去关架打点 记住 千万别怕花钱 明白 对了 我查到 青云寺 最后是被顾海棠的手下 没走的 真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 所有的秘密 真的是在那座庙里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你呢 先去办你的事 这件事等我们会合以后再说 我知道了 在座的诸位 都是我黄龙生死相依的兄弟 我今天想说句酸话 咱们下辈子 还做兄弟 行不行啊 兄弟 坐下 走 路上 穿起来 请不吝 你怎么跑出来了 我出来透透气 刚才你在做什么 没 没做什么 外面很危险 跟我回去吧 我不回去 你怎么了 跟我回去 你干吗跑 你为什么那么死心啊 那你干吗要跑 你不应该跟着我 你到底在跑什么 老实告诉你 我已经把日本人引到这里来了 你不应该跟着我 你应该去保护他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你知不知道里面是谁 他是你小医 不 他是我杀父仇人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那我呢 小六子他 大熊呢 花龙大哥呢 我们都该死吗 你们被他骗了 你们被顾海棠骗了 他是个杀人犯 那我再问你 小湘也是你害死的对吗 是 我接近你们所有人 我就是要杀过海棠 你 你 你为什么会这么做 你杀我 杀我 杀我为顾海棠报仇 杀我为黄龙 为小湘报仇 你马上跟我回去 不然我已经把你打死 我不回去 你 杀我 龙哥 龙哥 外面有大批的难民 跑进来了 好 好 好 大熊 待会儿他们先撤 我这一家子的幸福 全都交在你手上了 其他人 跟我走 就那边 我跟你一起去 你现在是我媳妇了 要听我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回来 我还要给你过一辈子 走 黄龙 你现在是有家的人了 我跟孩子等你回来 你放心 我还赶不回来 跟你动房呢 等我啊 好 离开 快 快 快走 兄弟们 撤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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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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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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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快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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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路哥 路哥 弟兄 柳柯 我 我打不就 不要打 不要打 之王混蛋 兄弟们 我打 啊 啊 我去吧 啊 啊 都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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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看够人吧 臭流氓 你 你再说一遍 我说你是臭流氓 我呢 没有人电 也没有人等我 就算有一天我被炸死了 连孤独炸死我 我就觉得我这辈子活得太冤了吧 你不会的 不会的 索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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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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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任务哥 我们 来世 再做好圣地 任务哥 下辈子 来做许的 你 早上 是 我 上辈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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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父亲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农哥他死了 农哥他死了 连尸体都没有 找不到了 并不会来了 但姐我对不起 我不该把零子借过来 是她给日本人 和真小甜发的信号单 她是真小甜的女人 我也才刚刚知道 你说什么 是零子 是零子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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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零子 怎么会是零子 是我一生带大的外甥女 杀死了我的丈夫 是零子 为什么是零子 我不该带她去管理她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 对不起农哥 兄弟们 我对不起你们 我下方给你们磕头了 我下方给你们磕头了 我下方给你们 我下方也是 她的女人 我下方她 我下方 快 你 的 你 你怎么样 没事吧 怎么才回来呀 为什么 为什么有日本飞机轰炸 你不是说只对付顾海淘吗 为什么 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日本人只跟我说 他要把顾海淘抓出来 没人跟我说 他没有投炸弹呢 你知道吗 黄叔是曾经对我最好的人 他曾经救过我好几次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他呀 灵子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说这些了 日本人随时都有可能会找到这儿来 我已经派人 去打通关卡的人了 我先带你去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离开山海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还能去哪儿啊 日本人在青云寺丢了十顿黄金 十顿黄金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没了 这就是顾海淘的秘密 顾海淘 顾海淘 你能不提那个顾海淘吗 我现在真的不想再和他掺和了 灵子 这是最后一次 我答应你 我们离开山海之后 就跟顾海淘 再没有半点瓜葛 但是这次 我一定要去 我不想在这儿多待一分钟 我没脸待在这儿 我们离开这儿 我求你 带我离开这里吧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 跟我走 下车 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到底在找什么呀 十吨黄金 顾海棠不可能把他们一夜之间全部运走 十吨黄金 如果我没猜错 顾海棠应该把这十吨黄金藏起来 而且很可能依然在这座庙里 这座庙里面是一样的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进一步的计划 还要看一看上海的局势在定啊 我们现在不能轻举妄动啊 好了 夜莹计划终于圆满结束了 可惜他们都不在了 如果他们还在 能看到今天的结果该多好 按照日军的进攻速度来看 法租界是保不住了 我和上级反应过了 上级的指示 是以你的安全为第一位 如果你要离开上海的话 会有人替你安排的 不用 我不会离开上海 我在上海这么多年 已经把上海当成了我的家 我不会在上海最危难的时候 离开它 上海的村王 就是我顾海棠的村王 好热闹啊 真好啊 你好 你好 好 再会啊 真热闹啊 再会 你瞧我们这又吃又拿的 没事 我们家不烦 也没少吃你家的米糊啊 见外了 那点米糊能吃几个钱呀 今天就谢谢你了 我们家那萝卜也快腌好了 下次拿来给你尝尝 好 那我们先走了 好 那我们先走了 我 我来 他们有此来借钱的吧 不是 不是才怪的 真的不是 你就别瞒我了 太大了 不是我说你 你要救济他们 也得先想想自己吧 都是街坊邻居嘛 坐 幸亏抗战胜利了 要不然 我看这房子也保不住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我原以为你有数呢 抗战的时候 你把公司和房子全卖了 买飞机 买子弹 现在抗战胜利了 你又管起周围的这些老街就临 海棠 你别忘了 你还带着两个孩子呢 吴伯 钱是死的 人是活的 现在抗战已经胜利了 我相信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这话我相信 现在每天一出门 心里亮堂堂的 走路都轻快了 慢点 慢点 妈妈 别帅哑了 你看我们谁画得好呀 画得什么呀 画得真好 画的是谁呀 妈妈 是我画得好 我画得好 你呢 又是我画得好 妈妈 开门 顾海棠在家吗 把门打开 开门 这怎么了 谢谢呀 没事 有没有人啊 孩子 快把门打开 别怕啊 别怕啊 快开门 别怕 来了 你找谁啊 你是顾海棠吗 我是 是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为什么 我们调查到你 和日本人五天真君 合作的证据 我们要带你回去审问 来人 带走 等等 抓人要有证据 你们有证据吗 你说的证据会有的 带走 等一下 我会跟你们走的 请等我一下 妈妈 妈妈 好了 好了 还疼啊 我没事 孩子就麻烦您了 放心吧 让妈妈看看 来 妈妈看看 头发都乱了 妈妈不在的时候呢 要记得听奶奶的话 知道吗 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 你以后不准再疲了 知不知道 去吧 跟奶奶走 妈妈 去吧 去 走吧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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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走 你别走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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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走 你别离开我了 去吧 妈妈 妈妈 你别走 妈妈 你别离开我了 妈妈 你别走 翻看你的档案 就像是看了一本百科全书 纪履 杀人犯 共产党 黑货老大 罕奸 顾海棠 你还说你不是恶贯满盈 一九二六年 你在北平一家妓院 如香院 引起大火 一人死亡 十人受伤 你还绑架了老板的女儿 顾梦宁 北平的警察曾经通缉过你 到目前仍未定案 你承认吗 我承认 一九二七年 你伙同汉奸 陈孝天 贩卖黑货 帮助中统叛徒 于立凡倒卖黑枪 于立凡在中统工作期间 曾向外界传递大量情报 多数情报的接收人就是你 你承认吗 我承认 你是怎么认识于立凡的 一九二九年 你在南京刺杀商会会长郑祖英 而后 买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长陈志远 帮你掩盖罪行 你承认吗 我承认 一九三二年 你和日本陆军司司令部特工 你和日本陆军司令部特工断号人合作导卖鸦片 共计一千二百箱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 溃逃台湾 临走之前 处决一批汉奸政治犯 两个孩子都还好吗 他们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怎么会呢 他们都挺好的 对了 你看 老师 百里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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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月四号 就是执行的日子 那个时候你们已经到台湾了吧 是我妈的老朋友 安排我们去台湾的 等我们一到台湾 我就可以给你写信 报平安了 这本日记 是我写给两个孩子的 等他们长大了再给他们看 放到我的滕箱里 黄伯母知道它在哪 好 这是我能留给他们最后的东西了 你说什么傻话 你不会死的 我不是一个好巴吗 跟着我这样的母亲 不知道会落得什么下场 只要他们两个平安 就算我走了我也安心 海棠 我相信邪不胜着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能放弃自己 你要坚持到最后 你不是说没什么事情 比活着更重要吗 为了这两个孩子 你也不能放弃 他们说我是共产党 还说我是汉奸 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我其实想说的不是这些 这两天我一直在想 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一段段坎坷 我一直在想 从不曾停留 这一刻 心就一次燃烧到永久 从此无怨无悔 一路去拯救 无情的烟火 冰冷的虚空 勇敢的执着 加掉被黑夜淹没 双冰的炙热 信念藏在心中 凝固的世界 从此不会沉默 无情的烟火 无情的烟火 无情的冷冻 纵然是风雨 用尽力上去承受 生命的烟火 生命的烟火 会消失在风中 一路追逐最美的相拥 无情的烟火 无情的冷冻 勇敢的执着 想要被黑夜淹没 生命的烟火 信念藏在心中 凝固的世界 从此不会沉默 无情的烟火 无情的冷冻 纵然是风雨 用尽力上去承受 生命的烟火 生命的烟火 会消失在风中 一路追逐最美的相拥 永不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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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